下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情侣 女孩发现男朋友骗了他 一气之下就不辞而别 这个男孩苦苦寻找找不着 在着急的情况之下就想到了报警 那么事情进行到这儿都很好很正常 但是问题这个男孩子选择的报警的理由 给他带来了大麻烦 报警人姓陈一个26岁的年轻小伙 他告诉民警 10月27号一大早 醒来就发现身下的习孟斯被往外挪出了30公分 下面的床板也打开了 里面的3万元存款和一些金银首饰都不见了 同时消失的还有女友小张 但勘察完现场民警发现了一个疑点 一个女同志想把这个钱拿走 必须要先把习孟斯挪开 陈某当时还睡在床上 这个想办到这一点还是很困难很困难 为了进一步核实案情 民警决定先找到小张 得知他回了东北老家 民警又专程赶到了沈阳 不过得到的是这番回答 小张说他离家出走是事实 但绝没有透过男友的财物 之所以不告而别 是气他骗了自己 从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他就骗人 他是有老婆结过婚的 还有小孩 他都没有告诉我 12月22号 小张的同学小李从上海赶到宝塔桥派出所 给民警送来了重要的证据 手机短信 原来陈某和小张是在婚恋网上认识的 但陈某一直隐瞒了自己的过去 10月中旬的一天 小张在家打扫卫生时 无意间发现了男友 装有离婚证的档案袋 之后两人大吵一架 小张就回了老家 而陈某心灰意冷 成天借酒消愁 11月1号清晨 陈某突发奇想 决定通过报假警的方式 请警察帮忙找女友 当时我去照街 照街找买南京去 我去找他 我也不知道他离开南京 然后因为我 因为我真的不懂发 又加上喝酒 喝酒 自己自己把自己给害了 搞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现在喝回死了 目前陈某因涉嫌诬告陷害罪 被南京鼓楼警方刑事拘留 无中生有 捏造事实 借用公权力 诬陷打击他人 不仅是对别人名誉权的一种侵害 也干扰了司法机关正常的工作 甚至有可能造成冤家错案 所以啊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情节严重的就构成了诬告陷害罪 如果这个陈某的罪名成立的话 他将面临的是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管制或者是拘役 随 cuanto不 embr own 没有不给你们 Kook bolts 我